在香港註冊的藥物通常分兩種 一種是剛才說的一線或者二線 一線裏面大家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種類 有一種是四個鐘、一種是八個鐘、一種是十二個鐘 但其實它們裏面的有效成份是同一種 只不過是細藥的方法不同 令到它的時效不同 那些藥就會直接分泌,令到腦部分泌刀斑 令到它產生專注力和減少過動匯藥 二線藥物是減慢刀斑斑分解 何時我們才會用二線藥物? 例如一線藥物發覺效果不太理想 或者副作用很多 或者過動問題可能不能在幾個鐘頭已經控制得到 甚至會產生一些安全問題 我們會配合一二線藥物一起使用 一線藥物 願才會令到財政旅會 有星期的一線藥物